你好欢迎收看6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23花莲庆端午鲤斩禁季龙舟进度嘉年华 由花莲县府以及交通部观光局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主办 而花莲县体育会承办 22号在鲤鱼潭谈南大草坪盛大举行 而花莲县长徐真卫也特地清零活动现场 祝福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花莲县长徐真卫也提到 首先要特别感谢支持花莲县政府的各项政策的花莲县议会 县府举办的各项活动都能够看见议员们清零活动现场来支持 而受到疫情的影响 停办两年的端午龙舟进度赛 今年终于又盛大举办 参赛的队伍总计45队 储备两年的能量相信大家都能够叙事待发 他也期待各队选手展现默契以及团结的力量 COVID的关系让我们两次的两年停赛 但是我相信大家手都很痒了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龙舟也觉得他今年应该要出场了 再次在礼仪潭让大家聚一聚 让大家齐聚来一起竞技交流对不对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45队 尤其今年有非常多的我们的机关 还有我们非常多的新兴队伍来 我想这就是花莲县在推动我们体育 非常重视也 大家共同参与 所以在体育署 花莲县我们国民 我们国民在111年 我们的运动规律的指数 我们已经来到了40.1%了 就等于说100个人有40.1个人是有运动规律 有规律运动的 我们全国是34% 所以我们已经高于了全国对不对 因为有体育署还有各单项 还有大家一起努力对不对 所以花莲是一个运动健康的城市 全国第一因为大家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正在争取2026世界龙洲在花莲 也因此我们有一些龙洲国手的队员 其实是世界文明 然后所以希望我们在办10月底的时候 我们在办太平洋杯龙洲赛的时候 大家一起再加入好不好 好 县长许正伟也特别提到 县福目前正在积极争取 2026世界俱乐部龙洲锦标赛 届时将齐聚上千名的龙洲好手 在花莲鱼鱼潭 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以及观光客来到花莲 感受运动魅力的花莲美景 记者林杰 收封箱 采访我到